因为食道的堵塞 引爆心肌梗塞 而病逝在纽约 那么过世当时呢 包括了夫人李宝珠 还有子女们都随时在侧 未来台宿接班的状况又是如何呢 来看看我们的报道 枪声响起 台宿集团董事长王永庆 每年都会代表台宿打响这第一炮 但去年运动会 这枪把却交给了弟弟王永在 是否接班王永在全否认 但台面下二代布局已经成行 台宿实话当初是王永庆 砸下五千多亿 见六亲的前哨站 原本交给长子王文阳接管 大家都说王文阳就是接班人了 但旅安宁事件却让王文阳被踢出台宿 人啊假如有改过 当然我会考虑的 我刚才讲过意思是怎样的 可能啦假如今后是公司有必要 三公元我就叫他回来 但是呢今天公司是没有输要 摇摇头王文阳回不了台宿 王永在顺势接管 再把台宿实话交给自己的四子王文潮 最后变成了台宿集团最赚钱的金鸡母 而长子王文渊则是更早一步就掌握了台化版图 相较于王永庆家族 王永在一戏几乎掌握了台宿动脉 提早展开接班人卡位站 不过王永庆这一边二房体系王文阳出走 王雪红也自辟宏达电 只剩王文祥和王贵云守在台宿 看谁有本事谁就可以接班 看谁有本事谁就可以接班 王文祥话讲得呛 但三房李宝珠的四个女儿 确实力争上游拼实力 大女儿王瑞华进入决策小组 二女儿王瑞瑜建议的性格向父亲最得疼 我们一定要接受挑战 听得出王永庆很满意女儿表现 这几年王瑞瑜还玩出了化妆品和生衣领域 但十几亿的营收和王文潮的四千亿相比 简直是天与地 苦苦等待王永庆加持的三房体系 如果能胜出 将与王永在一戏呈现楚河汉界 势力均等的后王永庆时代 敦选台北纵红岛